要说奥特曼中最有必格的武器 那是当属泽塔奥特曼的幻季魔剑贝利亚黄昏 它的本体是宇宙之真 与X投标同源 今天我们就来深度解析下贝利亚黄昏 以及它与X投标相比到底如何 贝利亚黄昏俗身贝贝剑 是泽塔德尔塔天爪形态 俗身高架子形态的专属武器 因为天爪形态中 借了只有贝利亚的黑暗力量 所以只有这个形态 才能下与同为黑暗的贝贝剑 在泽塔第15集中 格丽扎卷逃重来 泽塔云和出身形态的杰德 以及五帝王都不是对手 杰德明白 想要打败格丽扎 宇宙之真是必须的 而宇宙之真在格丽扎这个宇宙之学中 作为前辈 杰德应用反顾冲入格丽扎体内 冒出被同化的危险 寻找宇宙之真 而在另一边 泽塔也没有闲着 比前脚心人找到了狄木圣野 借到了贝利亚寻找 至于过程 阿泽就不多说了 反正结果是这样的 而在宇宙之学中的杰德 成功找到了宇宙之真 不过被刺了下 血液融进了真理 融合了其中的贝利亚因子 使于宇宙之真 有了贝利亚的外形和性格 这也就是贝利亚黄红的由来 贝贝剑解饶不顺 只有得到他的认可 你才能拥有短时间内 使用他的能力 他的战力非常长大 泽塔在使用他的时候 几乎都是贝贝剑在修 这也是为啥 德尔塔天爪形态 被称为刀架的形态 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 我们再来看看贝贝剑的技能 作为他的主要输出技能 贝利亚黄红斩 就是巨大的杀伤力 使用这招时 贝贝剑的剑刃会缠绕此次的间隙 然后对敌人进行斩技能招数 剑去会割裂敌人 由于贝利亚黄红作为宇宙之真 所以对格里扎有着额外的伤害 初次登场时 便将格里扎砍击中烧 这招技能的战技非常不错 一旦使用 敌人非死即烧 大截局中也曾中伤了boss 德斯托鲁多斯 贝贝剑虽然能口吐人语 解药的性格嘲讽不少人 但他的嘴也是有特殊用途的 在面对敌方的光线技能时 他可以吸收 用自己的第四修目力量 加强数倍威力进行反击 这招数由贝贝剑登场使用的 第一个技能 直接攻过了格里扎 赖以为要的防守技能 给他登场以来 造成了首次伤害 不得不说 贝贝剑的技能非常全面 或是有高额的伤害技能 还有用来打消耗的技能 例如第四修目力爪和第四修目獠牙 在施展第四修目力爪的时候 泽塔需要将剑插入地面 然后被背剑口中 就会飞出巨大的血色力爪 能撕裂或者束缚住敌人 人工生命体M1号 由于陷入光棒 所以又不能遭次消灭 所以被背剑使出了这招 封住了他的行动 但在大截局中 却无法对boss的斯托鲁多斯造成伤害 第四修目獠牙 则需要贝贝剑凝自第四修目力量 释放出一团巨大 且由能量组成了贝利亚头部 张开炫盘大狗 对敌人进行肯食 在泽塔第17指中 巴罗萨新人二代就被这招击杀 也对石油盖兽特供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同样 这张威力不足的技能 拿在德斯托鲁多斯身上 就像刮痧一般 无法打准有效伤害 贝贝剑的必杀剂 名为第四修目战机 此技能有多种红的形式 第一种是剑身闪耀紫色能量 向敌人挥出闪耀紫色光辉的三连斩 组成A字形后斩杀绝 第二种是滑出A字形紫色围机 在剑身化成光之螺旋钻子形图丝 第三种是滑出A字形紫色围机 张其汇聚于剑身后 被拼出足以开辟异词员裂缝的一击 格里莎当初 这是被第四修目战机的第一种极数解决 第十六集中 剑身负面上麦斯波 则死在了第二形态下 背背剑有着破开虚空的能力 泽塔经常靠这种力量 穿作于各个宇宙之间 例如他去往特雷加的宇宙 在特雷加剧场满中 泽塔再度使出第四修目战机 与黑暗特雷加联手击败了德斯科普多斯 在英格三轴 奥斯超人也用这招 一次秒杀了两只巴尔塔星人 同样是在英格三 作为贝贝剑的真正使用者 德尔塔天爪形的下的德塔 全受了黑暗力量 解锁了第四修目形态后 贝贝剑也解锁了新必杀机 那就是泽斯蒂姆死亡爆裂 其手是与泽斯蒂姆光色相同 但在贝贝剑的加持下 光线颜色变为象征着破坏的红色 威力也非常强大 一击就击败了阿布索德特英子强化后的变老白 在不同人的手中 贝贝剑还解锁了不一样的技能 例如在赛文家手中 杨子可以释放赛文家陈锋破朗特队战 曾一招秒杀巴罗萨星人 还有在巴罗萨星人手中 解锁了中极割裂 操纵者可以释放多个刃牙状的火焰攻击对手 在遥阔的相处中 贝利亚黄昏也以他逐渐有了清洁感 虽然嘴上还是非常的桥桥不遂 但傲娇嘛 总的都懂 从大爹局就能看出 贝贝剑为了破坏德斯特伦多斯 胸口的第四巴射爆红 也为了拯救欧斯蒂姆人所在的世界 甘愿牺牲自己 不过因为自己是宇宙之身的性质 他算又有贝利亚因子 所以有着和贝利亚一样的不死之身 可以无限复活 复活之后 便和泽塔和欧斯蒂姆人 一起搭上了新的宇宙之旅 总的来说 拥有自主意识的贝贝剑 更像一位奥特曼 要不是身体是一把剑 估计在高低得跟隔壁瑞斯里的 伊辉和维斯一样 其次我们再看X头标 也叫彩虹刀 彩虹刀最先是由大地的母亲发现 后来在一次事件中 跟随大地的父母一起消失 在大地获得X的力量后 对身暗箭顶马甲的时候 却被暗飞雷暴能量集中 大地冒着生命危险 进入电脑世界中 跟随母亲的指引 找出了彩虹刀 并交换X解锁了烧夜形态 头标还又有进化 黑暗雷暴能量的能力 在早期的设定中 并没有说明彩虹刀是宇宙之争 之所以X能命中格力扎 是因为彩虹刀的能力 将思念化为实体化力量的能力 格力扎本是虚无 所以又只化虚拟为实体的彩虹刀 就是他天生的个性 而可丽莎又刚好将他吸收了 所以他不再是吸物 在X超限机中 老远填口又为他补上了 宇宙之争的设定 综合填口的意思来看的话 彩虹刀最霸格的能力 就是他将思念实体化 类似于心脚事成 但不诠释 只是一定程度上 将思念的力量 偷过头标表现出来 例如增加技能威力什么的 使用者的思念之力越深 威力就越强 当然也要看敌人吃不吃思念 例如这场满舟 X的思念就无法成立个赛克5 所以就被打败了 这个技能有点偏违心 如果是单靠能力 来对比彩虹刀和贝贝剑的话 那胜者无疑是贝贝剑 毕竟贝贝剑有着思绪的意识 可以自己操控自己 彩虹刀需要操控者 才能发护全目之力 反正只有操控者的话 彩虹刀更是人一筹 因为从属性上 彩虹刀能清除黑暗力量 正好是贝贝剑的核心 而且作为初代宇宙之争 其bug般的能力也是一个因素 那么你认为 两码一株之争 美味个人一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期再见